这是温暖河 也是他们当年祖先争霸天下的起点 哼 五百年来达到此处的 也只有我了 这是朱棣一生最巅峰的时刻 五十万明军横扫墨北 一举将中国边境推过郎居须山 明成祖朱棣也因此战封郎居须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能征战的皇帝 永乐八年 朱棣再次集结大军讨伐北墨 得知皇帝御驾清征 达达部大汉第一时间前来请罪 一见面这位六尺高的大汉便跪地求饶 参见大皇帝陛下 下跪这何人呢 朱棣压根不拿对方当回事 什么草原霸主上帝之辩 在大明军队面前纯纯就是狗屁 而他此次前来 正是要消灭达达清理北方门户 见朱棣爱达部里 大汉只能更加卑微地恳求 见这有何事啊 只因未能约束好部众 误伤了天朝子民 克帝前来请罪 陪牛羊也罢 陪金银也可 只求大汉